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思念寡人 你好 王上这个时辰 不是应该上朝的吗 哎呀 一日不见爱妃如歌三秋 王上 秋华不要 我警告你啊 你不能因为寡人对你的宠爱 你就肆与妄为意 瞧王上今天的好神色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不当然好事啊 好事 前线小生 情人停止进宫暗兵不动 他们跟你一样 怕了寡人了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男人 成日里就知道你光我发 无休无止 若天下没有男人 也就太平了 此言谬议 情人公诏实乃不易 寡人才是正道 打仗便是打仗 分什么正义邪恶 争夺就是争夺 何必借口里面百姓 依我看啊 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哎呀 你我谈什么打仗啊 哎呀 好 按照这个药方 炼成药丸送过来 少妃 这种药 我配不了 不过是一些豆蔻丁香 疼疼赵国王公 难道连这些都没有吗 少妃 您忘记说了一味药了吧 摄香 有何不妥 敢问一句 你要做的 是不是冰摄丸 果然名医啊 方子一看便知 长期服用冰摄丸 的确有青春永保之效 但药丸里的摄香毒 会让人不孕 少妃怎么能服用 你不是很恨我吗 我用什么药 与你何干 少妃 殷小春是医师 医师只管治病 不分对象 可笑 少妃用什么药 用得着你来教吗 再得罪少妃 可不是关罪人锁 这么简单了 为饱宠爱服用药丸 无以饮阵止渴 我劝你一句 把王上当傻子戏弄 绝不会有好下场 当真不能 不能 那就去死吧 一帝 你回来了 兄长 怎么满头是海 有什么急事吗 我有急事求见父王 一帝 一帝 儿臣见过父王 儿臣见过父王 都来了 难得 来一起用膳 父王 儿臣有急事禀报 你能有什么急事 先用膳 父王 义爹 有什么急事 待会儿再说 爱妃 爱妃啊 让你陪寡人用膳 三催四权打 好大的脾气 来 既然王上不愿意见我 那我就回去好了 不不不不 寡人只是一句玩笑 你真生气啊 小矫情 足足等了你半个时辰 来来来 这位是 义儿 终日在晚游荡 刚刚回宫 义儿 见过少妃 公子义 果然风度偏然 有三分王上的风采 是个不成器的孩子 就这么站着 刚才说找寡人有事 父王 父王 儿臣按照您的意思 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妥了 补充物资 马上就可以运到前线了 怎么又谈兵家之事 破坏我用善的位置 谁让你谈战事啊 用善之事就应该 谈一些风花雪月之事 增情天驱 风花雪月 也不过是无病身影 我可没兴趣 那 那就 干脆誓不言 勤勤不语啊 寡人闭嘴行了吧 你们也不要说了 回头再说 去去去 去去去 敢问少妃 殷医师入你灵则宫 为何迟迟不见回转 殷小春 他来过吗 回禀少妃 绿珠不曾见过殷医师 药童明明说 韩少妃请走了小春 难道宫里有第二个韩群华吗 你怎么跟寡人的爱妃说话呢 一点规矩都没有 父王 儿臣只是想知道小春的下落 并无意冒犯少妃 儿臣猜测 韩少妃私下扣了人 而故作不知啊 寡人不想知道什么小春的下落 对对对 父王 父王 异地只是一时心急 才会口不择言 请父王宽恕 我还不快跪下 小春是治病救人的医师 他什么都不懂 如果得罪了少妃 那么请你看在他曾救你一命的份上 饶了他吧 哎呀 你 到底想不想让寡人用好这就是善哪 父王 退下 逛逛逛逛逛 乙弟 你大脑丹阳功 难道真想害死易医师吗 走 父王 儿臣告退了 世上 我看你是疯了 你再这么闹下去 父王一定会杀了尹小春的 叶 叶 你素来是我们几个当中最豁达的人 怎么这次完全失了常态呢 我什么都没有 小春她就是我的一切 你身为一个堂堂的赵国公子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 叶 你的脑袋还清醒吗 你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人 说出如此荒唐的话来 兄长 自有备受父母宠爱 是最尊贵的公子 而我不同 母亲死后 这弱大的赵王公 再也无人问我是鸡是寒 小春她只比我大一岁 却处处呵护着我 我们两个人就像田间的野鼠一般 相互依傍着长大 小春她像我的母亲 像我的姐姐她更是我的爱人 如果我没有小春 我早已不在这个世上了 如果你是我 你会不会心急如焚 会不会发疯发狂 好了 你也别着急了 兄长替你再想想办法 好吗 好啊 好啊 废话